中二次長輩 錘球錦標賽 讚 三年長輩三年 曾經跟郭忠祐議員 葉紀元 我們一百十年 中二次長輩 錘球比賽 我們所有長輩 都很害怕錘球 我們疫情 大家都鬱出很好 對不對 可以再滔滔 還再打錘球 我相信大家很高興 對大家的健康 也有很大的幫助 健康 感謝大家 謝謝 感謝我們民視大家的勉勵 我們這個錘球場 就發現說 我們這裡充滿了年輕活力 今天 其實我們也要祝大家的想像 我們來幫我們的市長打個鼓子 感謝他這麼來支持我們這個錘球比賽 因為我們的市長 他不只是服務不同黨派之外 他非常的支持 能讓我們健康的最重要的運動 就是我們的錘球 大家再來給他一點掌聲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好 今天 之外 也要今天大家開幕的時間 其實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所有的貴賓 都是最支持我們的錘球 在這裡 其實我們也要代表我的爸爸 謝謝大家的參與 共同 共襄勝局 我們祝大會員們 要其的錘球運動 能夠盡量再把它擴大到年齡層 更多的 不一樣的年齡層 過年 十一個 最近受訪過幾個月 比賽中不明 幾天的意見 你會知道嗎 好 謝謝 恭喜 好 通常四號 十年了齁 我們市長的錘球比賽 哇 這打錘球啊齁 真好 對著我們這些中部的健康 真有幫助 還有他們的金骨活動 尤其是疫情 大家看那麼久了齁 很久沒打球了 大家 解放 我想台灣疫情控制得很好 好 大家不要心情控制得很好 是要刺眼帶得好 立得好 都要運動 要到外面走走 對著我們這些中部的 身心靈 都有很大的幫忙 所以 我們很關心 我們這些中部的生活 給他們的健康 所以 也很重視他們的福利 所以特別辦這個中部的市長部的取球比賽 讓我們這些長者 有一個適度的運動 有一個良好的運動習慣 對於健康的保護 在彰化來講 是一個非常老道協議的一個好運動 那其實台灣的錘球支部也是我們彰化人 那錘球在彰化市呢 已經發展近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那每次來參加這個錘球比賽 就會發現我們這個現場所有的選手 都是越打越年輕 那打錘球比賽其實不是非常的容易 那其實呢 錘球的推廣 在這邊之話也要鼓勵我們年輕人 一起來加入我們打錘球的行列 因為像今年我們分圓的錘球隊 已經有一個十八歲的選手 贏得了一個好成績 那邀請所有的年輕人 一起來打錘球 超好 超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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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 超厲害 超厲害 超期五 фот 打錘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